在世界探险界 有一个普遍流行的7加2的说法 也就是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到达南北极 完成这九项目标的人 得成为赢得探险大满贯 从1994年登上非洲的起立马扎罗山开始 新加坡探险家邱瑞昭就一直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 在1994年至2002年的八年间 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完成了从一名电脑工程师 业余登山爱好者向职业探险家的角色转变 他的人生因为有了攀登和探险而变得更加精彩 1998年成功完成珠穆朗玛峰登顶后 邱瑞昭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南极 也许是因为自己始终居住在热带国家的缘故 中年冰雪覆盖 纯洁如童话般世界的南极对邱瑞昭旗有极强的吸引力 南极的这个计划就是我是队长 然后有个副队长也是从这个珠峰下来的 我们就分我们知道就需要分两队了 不能一队去做两个时间不够嘛 所以我自己的目标是南极点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难度高啊 所以我就带队去做这个南极点的工作了 配备工作 然后我的副队长他就称担这个Wincent的这个另外一队 然后策划训练了一年 然后99年年底才去北极南极 从大本营坐一个小飞机到了这个那个巴士尾 巴士南极从那边才开始滑雪 然后经过大本营 经过呢 经过 没进去了经过 然后再向右拐一点 向南然后直接上 可以说危险度没那么高啦 跟珠峰比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怎么说 Frostbite啦 冻伤 是最重要的 闻度最低你遇到的 包括这个Winchill 零下55 有一天零下55 哈哈 冷死了我们 那一天是有风 有风 高风啊 高风啊 而且我们还在滑雪 温度计是零下55 风力是多少 包括包括 风力不知道多少了 忘记了 可能 四十五十公里吧 我看 非常冷 那个时候就一天休息了 对 那时候休息也是比较难 要做这个测移工作嘛 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就决定 不停了 就化雪下去 因为如果你要停下来 要做这个 对很危险 很危险 你不小心你整个这个 吹走了 吹走了 对 完蛋了 哈哈 所以我觉得非常危险 最安全的这个策划 就是继续的 滑雪下去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风速就减低了 然后我就说好 我们就马上停 因为就有时候体力消化 对 对 对 非常冷 对啊 真正向理想迈进的 每一个过程 都令人难以忘怀 大多数时间 队员们 都是在和自己的意志 与体力 做顽强的斗争 一片洁白的世界里 看不到其他人 就连贵族的休闲运动 滑雪 此时也成了最单调 枯燥的工作 没有其他方式 可以调节情绪 艰苦 可想而知 一天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时间 对啊 因为每天都要花 从早上八点花到五点 开庭 除非是有大风雪 如果天气好 我们都是八点到五点 就好像上班这样 所以每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半 都停一下 喝水 吃些饼干 对 吃些干粮 然后就继续化学 成功抵达南极 但新加坡人必须拥有克服自己生活中 挑战的勇气 精神和能力 正是靠这种坚韧不拔 不断挑战困难的精神 邱瑞昭在探险的路上 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到达北极 是他的下一个奋斗方向 第一次去是两个 我跟一个德国朋友 德国人 德国朋友 他也没去过北极 所以经验跟我一样 没有经验 不是充足的经验 那个地方是北纬 北纬83 所以是7度了 7度 所以距离比这个南极少了一点 少了三百多公里 不过难度非常高 你也知道 整个都是在洞的 在海洋上 对 湖冰 第一次去呢 九天过后 花起了九天洞伤了手指 所以 我就是以南极的这个经验 去策划这个北极 没想到北极是那么难 过了九天 没办法了 洞伤了 开始越来越黑了 我知道就必须要撤回了 下一次去是第二年 2001年 2002年 2002年 又去北极 又在那个地方 同样的地方 不同的队员 队友不是德国人吗 不是 是谁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乡岛了 那你们到了北极点之后 和南极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有什么感觉 那个就是我 我所理想的那种旷野的地方 没有人 没有建筑物 那种感觉是非常 哇 就是跟自然界有交流的那种感觉 精神疲劳是最大的挑战 七瑞昭在一名加拿大响岛和一条北极犬的陪伴下 在45天里滑雪行走了771公里 忍受着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严寒 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 其余时间都在向着目标前进 加拿大 香岛它在前面 它离开我不是很远 大概一百米吧 或者是两百米 可以看到它 它划过一个冰冰冽 然后就是这种 我也没看到这冰冽 只是我到了那个冰冽 才看到这个冰 我到了时候那个冰已经 可以看到整个冰在走啊 整个在裂 我那时候花写 我只是集中精神在花写 我没看前面 到了这个边冰我看 怎么没有它的那个脚印啊 再看一下就知道 那个冰已经裂开了很远了 没办法过了 所以我就叫它 它听不到我 哇那时候就危险了 我在想如果这个冰一直走啊 我们就可能会被隔开 就危险就大 我往右看啊 还好有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那个缝还没有那么大 马上就冲过去 冲过去 那个冰还在走 很快可以看到 而且非常高啊 三四车 一下去就完蛋了 所以我那个冰还在移 我到了那个那个小冯的时候 还在想要不要过 哈哈哈哈 然后就下决定马上过 我人过了 那个那个那个 雪翘 雪翘在后面啊 对啊 所以我就要拉过来了 雪翘拉到一半啊 掉了下去 不是完全掉了 它的后面掉一半 我整个人这样向后退了 被拉了 好像要进去那种感觉 所以就马上啊 马上浮下来 然后向后转了 然后拉出来 秋瑞昭无疑是幸运的 尽管曾经遇到过挫折和坎坷 但他最终还是凭借毅力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然而在探险生涯中 每一个人都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 特别是在攀登珠峰时 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倒在途中 他们身边走过的登山者 也许会稍作停留 向这些同行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但他们此刻也正在进行着艰难的跋涉 是放弃自己的计划尽全力救人 还是继续攀登以节省体力 对每一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两难的命题 经过了各种困难的魔力 秋瑞昭变得更加成熟 探险改变了他的生活 也给了他太多的人生感悟 如果没有去做这些探险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在新加坡航空公司 做电脑工作 八点上班 五点下班 很平时 很平常的一种生活 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大规模的计划 如果没有去探险的话 那等于是这些探险的生活改变了你的人生的轨迹 当然 当然 你觉得这个改变 在你的心灵里面 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一个境界 你给我做一个两句 怎么样的改变呢 就是从珠峰回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能登珠峰的话 我觉得我还能做很多事情 给了一些什么生命的改变呢 很大 很大 如今 探险 已经成了邱瑞昭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0年 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和更多人 分享探险 带来的刺激 与快乐 我的公司就叫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就是 怎么说Dare to Dream 敢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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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地去做你的梦想 Dare to Dream 哎呀我梦想很多啊 如果你要问我 要问要知道 我觉得不单只是登山 有很多这个挑战啊 海洋也是一种挑战 嗯 然后 比如说划船也是一种挑战 有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 沙漠 我也没去过 所以 有很多计划 有很多梦想 只是还没有时间去 去把它好好的去做这样 我只是一年做一个这样 一年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 对呀 因为社会工作很长 对呀 筹款这些 对呀 所以计划很多 哈哈 梦想很多 呀 你觉得这个公司 在新加坡注册 对 主要服务于新加坡呢 东南亚呢 还是 新加坡跟东南亚 新加坡跟东亚 新加坡跟东亚 东亚是包括 大多数是马来西亚 泰国也是有 不过大多数是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公司 认识 是他事业成功的保障 是他事业成功的保障 其子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就是攀岩认识的 性格方面都是差不多 对 嗯 哈哈 那是96年 结婚之后 他可能更多的就是 打你家庭 啊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 我们 我们都是到处去登山 除了我 登珠峰的那个 三年计划之外呢 我们都有自己 每年都是去登山 去印尼啊去 啊 我们还登了富士山 我记得那时候 我见了我太太 拥抱了 她就哭了 那时候那时候感觉 哈哈 因为没有见到我两个月 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 啊 啊 这么久分开 两个月 而且 我觉得珠峰是一个很难的一个 高危险的一个 高危险 对 所以她在家也是觉得 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 肚日如年啊 对 她没那么说 她没跟我说 哈哈 我知道了解 你心里承受能力很高 对 哈哈 她也了解我 因为她也是登山爱好者 所以她知道 我受的是什么苦 是 什么危险 所以那是很重要的一种 支持 所以她 我没拥抱就大哭了 我也是觉得非常惊奇 说到如何教育正在一天天长大的两个孩子 邱瑞昭也有自己的想法 你希望你们这些孩子 嗯 以后 从你这儿学到什么 啊 父亲总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 对 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 我要传给他们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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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毅力 啊 还有勇气 啊 啊 还有勇气 啊 他们喜欢不喜欢登山 对我来说不重要 如果他们 不喜爱 探险 没问题 只要他们 啊 啊 能够把自己 投入他们所喜爱做的东西 有 有毅力 有勇气去做 这就是我觉得我做爸爸 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 对啊 正值中年的邱瑞昭 正在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做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准备 过去的一切 对于他来说 只是经验的积累 更具有挑战性的探险 永远是在下一次